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和Fit出品的大麦健身兽 你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19年1206啊 跟大家说一个不幸的消息了 啥呀 本来说你大麦哥有点便秘 喝了食品抹茶 昨天肚子有点疼 听起来是好事 可是昨天呀 你说说这一发不可收拾 他喷了 他喷了 只听得嘣的一声 这电脑屏幕可以说是红红火火呀 你说说我擦半天呀 这电脑屏幕 下个周末有一场重磅的比赛 在意大利我的奶奶那 她是圣马尼奥破 今年的规模可能是不如以往了 往年可以说是有很多大佬都要参加呀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张老照片 啥呀 咱们看一下 这照片上可以说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从左边刀锋 后边RX muscle 这大方脸 前面萧恩雷 后边萧恩雷灯 前面是嚼着咕噜 刀锋他营养师 后边哎呀是咱们的慧乐 想说起他名字就让我唏嘘呀 这右边是咱们的什么 右边是咱们的健美传奇兼营养品 大老板Rosbury 这名字你要读不准的时候你就找准大概的意思 啪一下读出来完了 今年我看这海豹的意思都没有破的比赛了是咋回事啊 哎呀怎么说呢 这欧洲的今年的健美行业有所不太平啊抓了不少人 你所说赞助商如果经营不下去了还赞助个啥呀谁来呀 接下来咱们还是关注一下本星期本周末马上开始的圣地亚哥 muscle contest职业 这名单出来了我看了一下啊 好像是缺几个人啊 这都很正常 有的甚至比赛前几个小时才给加上 咱们还是重点关注一下咱们的小杰瑞米吧 小杰瑞米可以说是一年停赛之后毫无motivation终于返回赛场 这次他又找回来的老教练老学校 我想起来了这教练的名字叫叫瑞安 这个著名的一个好莱坞动作影片拯救大兵 那瑞安是一个字 说起大兵啊咱们的小杰瑞米也是个小兵哥啊 好像是个鸡鸡手啊 大麦哥那叫狙鸡手 哦哦哦我想起来了狙鸡手 来你过来一下小朋友 哎呀叫你跳我的错误 我这个徒弟啊我跟你说年纪不大 但是呢特别不懂事 你说说啊我最近发现很多的观众啊都想当我徒弟 都想被你大麦哥来了么一下 为啥呢好像是你不被大麦哥啪这么来一下吧 你好像翻不了牌了 这就好像猪子开光一下 没被你大麦哥啪一下 啊你的你好像就不能散光了 就说人气你可能是10 啪一下来一下你可能人气变成95 哎呀大麦哥还有这啥 那么起不发了 你这不叫开光你属于练练扫 你属于工具明白吧 从刚才赛前三天的照片来看 杰尔米唯独不小 可能是刚刚冲雪 回家之后这size不错 正合适 冠军稳了 好接下来有人问杰尔米 你对这个印度舰体敌人在加拿大的壁呼碗是咋看的 大家知道这壁呼啊今年第1次上奥赛也创造了历史啊 也是咱们来自于零重力战队 这有粉丝问说小杰啊你咋从这个平时健身房里就练的很一般的小伙子变成现在这样 是不是那胰岛疏啊 小杰尔米回应 这些都是扯淡的玩意儿 你都不能碰 主要还是靠你的基因和你的努力和食物来蒸蒸鸡 咱们知道圣地亚哥当地知名的网红服装 当时呢拍片的时候有小杰的怎么离开了我都不知道咱们听听是咋回事啊 我记得他们的合照里有古典的Rush 2018冠军布兰登 这回的奥赛冠军雷蒙德还有这个安德鲁我都在 我听这意思不知道准不准啊 就是这个人把他从Dark Spot拉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说客 他接下来有粉丝问说小杰 你咋不像是赛迪克斯的卖书在网上教人呢 当教练呢 小杰说要教啊也得是一对一小范围的教 但是他说呢大家别着急 他确实有计划推出线商教学 其实我觉得小杰不应该为自己的天生的基因啊 或者八字奶而发愁啊 或者说没有动力啊没有貓TV 你看这教书还有线商教学 你看赛迪克和那个大吉尔米搞得风风火火的 卖卖电子书啊做YouTube视频你做呀 你看小杰社交账号上也不是link 他不是自己的YouTube频道还是别人的 我就说小杰大家这么喜欢 你粉丝将近也一百万了 八十七万九十万了都 是不是赶快出来搞点事啊 最后呢咱们就祝我小姐啊 咱们来一个冠军吧 千万别犯懒 好接下来啊咱们关注一些这两期啊 有所忽略的运动员就是泰国的健体大将TT 啊这TT应该已经快到了啊 哎不对啊他不是已经到了吗 和他妈咋又坐上飞机了呢要去哪啊 咱们看一下这一周之前的状态啊 哎呦这后背我就特别喜欢他这后背啊 宽宽的三角肌小细腰加上比较薄板的 背部细节非常明显 这斜方肌也不错呀 TT有钱人家健身房是自己开的 兄弟俩 看一下正面 哎呦正面这肌肉真是干呐 真是质感特别强啊像咱那伽里了 我有一种预感咱们TT进前六问题也不大 好祝他取得前六名啊 TT给我印象最深的印象之一呢 就是他家的健身房 那器械都特别好 颜色特别鲜艳 而且器械的好多的都是 哎联合器械居多 所以说啊这联合器械有时候也真好死 因为他的肌肉呢相对锻炼的比较急重 你一般的这种自由重量啊 你有时候啊 它都不好把握 这联合器械拳的话 基本上各部位都能训练到 而且感觉呢 比较舒服 大美哥 你哪个人呢 哎呀 老场 好接下来啊 销雷登经典赛 这各路人马都已经到场了 李亚强到底到了没有 我咋找不着的信息啊 亚强的肩部啊 要是再能大一点 前中后宿 更饱满一点 那就好了 不过亚强呢 岁数也不小了 但是健美实际上是四十多岁 我觉得还正当年吧 你看看啊 销雷登啊 和那个 他已经到达机场了 这回在菲律宾机场接机呢 派出了专门的队伍啊 主办方派出了专门的队伍 当然少不了咱们的 销雷登的赞助商啊 菲律宾的营养品厂商 就是那位啊 戴眼镜的 哎呀 这不是咱们那个著名的裁判 Tim Gardiner吗 罗马尼亚普尔 Japan Pro 都是他是production啊 这回到场了 我本来还以为是 澳门环球赛那个裁判呢 从来的人马 咱们就可以看到 香雷登这场比赛很重要 而且那个NPC的老摄影师了 老Jim家的亲戚啊 他也来了 他要出场 也说明这比赛很重要 毕竟啊 这是人家香雷登 奥塞冠军的人家 title的经典赛啊 闹着盒子呢 得看看 监督一下 哎 这不是咱们在 窄盆坡上 取得比基尼冠军的那位吗 他又来了 完了那其他选手没戏了 这位选手参加职业 本来就没俩人 那祝他取得冠军 这次比基尼比比赛机会太好了 一共参赛选手目前来说 五个子儿 不管啥成绩 你都是前五 这就是会挑比赛 对不对 哎呦 这 哎呦 这不是那谁吗 香雷登的好友吗 Stan 他也会参加 Stan咱们知道是古典 现在已经做决定了 十天之后啊 要参加这个传统健美 十天之后要上台 这哥们怎么说呢 长得挺善良的啊 一看就不像坏人 但是你别看他跟香雷登天天老练一块 但是我老觉得他差点火猴 你看这照片啊 左边四年前 右边四年后 这今年古典都结束了之后 准备转到传统健美 来一把 他这岁数比较年轻 在香雷登眼里 就像我看那个谁 徒弟过来过来 哎呦 好啊 咱们这个迪拜的鸡肉展呢 正在进行时啊 这在场的这现场 可以说是人头存重 那简直是人的海洋啊 这地方跟大家说不缺钱 来干活的啊 祖私人呢 这个啥子 都是西方来的小白子 澳大利亚也有很多呀 专门去迪拜上班呀 对不对 给的工资高啊 对不对 那天你大麦哥也去看看 这地儿 我还怎没去过呀 几位大佬都到场了 菲尔西斯 凯格林 罗尼库曼 就不用说了 咱们先看看菲尔西斯 他又亮起了他的二头肌 菲尔西斯看着就喜性啊 虽然有时候人家的笑 看起来不是很自然吧 哎 在当地接受采访的时候 这两个冠军坐在一块 有些遗憾的 菲尔西斯 为啥 扫了一次啊 就差那么一次 就和罗尼库曼齐名了 但是没关系 2020年 菲尔西斯那绝对能拿回来 百分之百 进到赛场里边 咱们看到 也是人头传动啊 以黑发居多呀 哎呦 在现场 这还举行了 这健美比赛呀 是职业联盟系的吗 这难道说 国际健美联合会 也参呼一脚 这你说的 和职业联盟系的运动员 这 这要见面 多么尴尬呀 哎呦 这不是咱们的大拉米吗 这迪拜 脉手兽呀 可以说是 谁没来 说明不是大佬 我说想起来 杰瑞米 他来了吗 正说着呢 突然眼前 蹦出一张照片 杰瑞米 在迪拜 出现 哎 这左边这哥们 不就是那个 上回跟赛迪克一块练的 那健身网红吗 小伙啊 哎 牙挺白 你说说又让我给蒙对了 坐在台上 大家正看的 就是国际健美联合会 举办的一次 啊 健体比赛 国际健美联合会的主席 拉斐尔又出现了在台上 毕竟呢 它是一个全面性的 这么一个健身博览会啊 对不对 大家都要参与参与 我对这个幼儿 这位先生 好像印象也很深呢 咱们在展区当中了 看到了很多的健身网红 我看到谁呢 咱们那个 生化大将 就是两条腿都没有的 那位 这不是SST7 他师傅那品牌吗 也去参展了 哎呀 我看到谁了 安德烈啊 安德烈也出现在了咱们的展台上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安德烈最新的肌肉状态吧 是不是安德烈 人的肌肉状态多好啊 非赛季 肌肉状态保持着这样好 毕竟人家是健身网红啊 没事就得出来拍拍照 啊 这个走走台 甚至要参加不同的展 所以说呢 全年处于备赛状态 说到这儿 你知道让我想起谁来了吗 那就是刘翔啊 我发现刘翔这小伙子呀 情商很高 这小伙子遭人喜欢 有智慧 你看人自己说 指不定哪天啊 飞赛季的时候就给叫上台去 做嘉宾表演 所以说要保持好自己的状态 今天刘翔还没完事呢 在这个12月22号圣诞节前夜呢 将会参加在台湾高雄的 IRBB亚洲拿卡赛 你看人刘翔多么情商多么高 你看人怎么说的 尊重每一场比赛 每位评委和工作人员 当你决定要踏入比赛 都得专心一致 排除万难 痛苦 尽全力拼搏 坚持到底 你才能够有机会获得你想要的结果 这英文怎么说呀 这英文就叫humble啊 你说说我这大拇指要自动的绳起来了 哎呦 这不是那阿伦吗 阿伦也去了 阿伦和安德烈想会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少一个人没说呀 谁呀 大罗里温克拉呀 到哪儿 你不能不提他呀 这罗里温克拉看出来了啊 高兴啊 为啥呀 刚刚奥赛之后 Yama Motor Pro取得冠军了 12月中还去不去意大利呢 还有一次呢 好像没有嘛 男子职业赛呀 那去了也说是嘉宾表演吧 这就在这两天啊 他和他弟弟一块进行了训练 所以你看这俩人长的 不说是兄弟 这不行啊 是 这怎么说呢 那句话叫 不是一家人 是不进一家门 是吧 是是吧 徒弟 我自己先来一下 哎呀 接下来 你看咱们的著名的健美 传奇50岁的刀锋 孩子进行不屑的战斗啊 这是为了啥 不为别的 这就是他活着的意义 你看人家刀锋 这形象 这鼻头 这脑瓜点 可以说俩字 啥呀 突然练了 你说这刀锋都50岁了 这样还继续下去 你再说咱们的李亚强 你说 这 咱们 岁数不是问题 这 你才是刚刚开始啊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 咱们好久没有说的 咱们的 国王活腿砖 别的不说 第一个印象就是 他瘦了 第二个印象就是 他胸肌中间的缝 他有点大 第三呢 就是他媳妇啊 拿了卡了 这第四啊 我注意到就是 这鼻毛没了 不是 这鼻环好像没了 活腿砖呢 马上也要参加这个 德克萨斯州的一场比赛 既然是奥赛职业学生 我觉得他进前六十很轻松啊 人家参赛的目的是为夺冠 而进军奥赛 前三我觉得都很稳 火腿砖 加油 接下来咱们看这张啊 弗莱克斯汇勒2020年 回归传统 左边是Rosa 右边是巴西的健美大将 很年轻 这位选手好像26岁啊 一直想说 大家记不记得 原来这个前两年 刚刚去世的那个谁 呃 呃 达拉斯 这他去世之后呢 弗莱克斯 卢伊斯可以说心里空空荡荡的 相当难受 我有一种感觉 是不是咱们这位巴西 也是26岁的年轻大将 填补了这个达拉斯的位置呢 两个人是无话不谈 对不对 可以说是一眼就 钟情的叫旺年交啊 巴西大将的出现 这样就把这个弗莱克斯 刘伊斯 从达拉斯的痛苦当中 他解救了出来啊 你说说啊 我说着说着啊 我还有点想哭啊 接下来呢 我看到了一组老镜头 啥呀 这就是咱们的著名的 中国健美大将 刘新刚 这个年轻时候 做posting的展示 他应该是好多人的师傅吧 对吧 他这动作展示啊 有一个拿弓射箭的动作 我看着非常眼熟 从后脑绳拿出一把箭 往前啪一射 这个动作展示呢 在咱们中国古典健美 第一人陈康的动作展示当中呢 咱们也发现过啊 咱们看一下 在新西兰职业赛时候 陈康当时的精彩展示 好注意 他把弓拿出来了 好他从后脑勺拿了一把箭 好把箭搭在了弓上 往后一弹啪 他射了足迹了 接下来他手臂挂了一个大圈 往天空一看 额啪的晴天一注 一股巨浪 他就结束了自己这优秀的展示动作呀 太精彩了 太激励了 这就让我想起了这组老照片 左边是咱们的能说九国语言的健美大家 桑贝蒂 很不幸 在2013年3月20号 不幸事事 这哥们40岁都不到 你说说 中间是罗尼库迈 右边是咱们的弗莱克斯惠勒 当年的健美运动是多么的辉煌啊 有专门的频道 ESPN转播 有专门的解说 那会运动员穿着大西服 那一个一个跟着橄榄球明星似的 你再看看现在的健美运动 沦落到啥程度了 看当时人家在台上展示那灯光 那么不紧 那那图的料都是金的呀 那个时代的真是太好了 这说着说着就让我想起这谁来了 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 一位叫皮特的古典造型师 选手在今年在网上 咱们知道那24岁那谁来的啊 搞了一个网上古典投票 结果呢 没投他 他没成冠军 当然这小伙子 先不说肌肉 他怎么样啊 但人家展示 确实有两下子 人家呢就是会拍照啊 所以咋呢 没事就在海边啊 岩石上啊 大山上啊 对不对 那没事多拍拍 特别是镜头要虚幻 使用大光圈 这索尼A73就挺好死 拍视频 拍照片都够用 安德烈 大街日米都用他拍 但是呢 说实话这是一种感觉 但是有的人嘛 拍出来就是很土 你没不好意思吧 一看 咋有点香土气息呢 你就这种感觉 这个东西就没法办了 他只能一表 不能言传 好 接下来啊 就是咱们的 我的老偶嘎 就在这个腿 我是这个腿里 土生土长的人 好 现在说的是阿潮啊 阿潮正在为明年的 阿诺德比赛进行紧张的训练 但是呢 对他来说呢 阿潮训练是次要的 我不用担心 最主要的是 这你起床的时候 得上个例儿 有时候我在想啊 他是不是 那阿诺德 今年呢 是真吃到了 还是找了一个 善意的借口呢 接下来咱们的网红熊猫哥啊 发出了一张照片 这平时呢 关注不太多 结果我再一看啊 这真是让我不今日看了又看呢 这熊猫哥说啊 我 一米八六 这个体重呢 一百零三点五公斤 这并不是像你想象中那样重啊 还不重呢 我的奶奶 一百零三点五公斤 你大麦哥是一米八八 也一百零三呀 大麦哥 你要是有他这样的肌肉 我跟你说 我天天挨打 十下都没事 是吗 小伙子 十下都没事 你过来 过来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健体网红十足 拉杂 他为啥我说起 他这名字就想起急针来呢 人家拉杂 说实话 人家就练的是一种感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咱们不要忘记 分享 关注和点赞 最重要的是 不要忘记 加咱们的会员呢 你只有加会员 你才有机会投稿啊 才让可以让我们一起 为你加油 一起见证你的成长啊 还等啥呢 犹豫啥呢 请你大麦哥 喝杯咖啡 一个月很过分吗 请你大麦哥 一个月吃碗越南粉 你说说 很奢侈吗 这你请你大麦哥 每月吃的小火锅 你说 这 这你大麦哥 也不容易啊 这你大麦哥 他抹涂ES 很明快 有一个月 我的月 是不是 很明显 我 这 有趣